然後我就嚇到 哎呦你出這一招 也太狠了吧 很多演員就會來問我說 我這樣對嗎 是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 我也不太敢跟他講話 就覺得 感覺他很難相處的 《卓人秘密》這個劇本很特別 我裡面涵蓋的東西 想要分享給大家的東西太多了 然後每一個人看完電影之後的反饋 跟被打擊到的點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會針對不同的人 來介紹《卓人秘密》這部電影 因為比如說有些人就會被我 無可惜身為演員 竟然從完全不會寫作 跟沒學過任何編劇 然後寫出一個劇本這件事情 然後或者是我會覺得 《卓人秘密》這部電影 就是關於一個追夢的故事 或者《卓人秘密》這部電影 是關於一個 創傷症候群 受傷的人的心靈狀態 或者是《卓人秘密》這部電影 是關於一個 從鄉下到台北追夢的女生 她不想要失去 身為人最寶貴的初心這件事情 對 所以很多種方式可以介紹 電影裡面有很多就是一些意象 或者是說象徵還代表某些意義 像水餃 為什麼選水餃 每一個水餃裡面都包著不同的線 然後其實你光看它 你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所以我們的電影叫《卓人秘密》嘛 就是妮娜或整個故事裡面 有很多秘密 所以就覺得水餃這個東西 也是一個秘密的食物 再來就是 當她在拍戲中戲疊戀的時候 也是跟軍官們吃的是水餃 因為外省的家庭嘛 她在裡面就是收到了情報紙條 但是她不能讓敵對方知道 所以這個是她妮娜的秘密 比如說在我跟喬喬在演那個很難的 就是趴地學狗叫的那場戲裡面 大概十三分鐘一進到底 那我們想要有一種 我們真的是進到這個試鏡間裡面 我們六位演員 我們真的不知道會被出什麼樣的考題 所以我們到現場的第一個take 我完全不知道喬喬她會是什麼樣的狗叫聲 結果我一聽到她趴下來的狗叫聲 我整個嚇一跳 我想說怎麼會是這種狗 就我沒有想到會是這麼怕的這種狗叫 然後我就嚇到 哎呦你出這一招也太狠了吧 因為她那個角色就是 非常的努力積極想要上位 願意做所有的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很棒 我剛好我學狗叫聲 我就覺得妮娜就是要贏 因為她已經辛苦這麼久了 所以我自己上網 找了世界上最凶狠的一種狗叫做比特犬 她是沒有痛覺的 戰爭時期可以用的 會咬死人的 所以我的聲音就是那種非常的 非常的就雄性的狗 聽完她的狗叫聲之後 馬上就很多靈感 所以最後一個秘密揭曉的時候 妮娜的狗叫聲就是玉喬的狗叫聲 對 在接下來隔兩天我們就要拍這場戲嘛 所以那兩天的時候 我就在自己在飯店房間裡面一直在學她的 這種很可愛的聲音 這個就是沒有在預期之內的 對 就是長得很不一樣 沒有 沒有跟大家想法不一樣 嗯 我很就是很開心很榮幸可以跟他們兩位合作 他們都是非常認真很想要這次有所突破的 台灣很優秀的女演員 雲化的話 我覺得我很喜歡她的喜劇表演 對 之前她的演出大家有目共睹 然後她這次明顯感受到她壓力挺大的 然後很認真的做了很多功課 因為我跟她在劇中裡面是閨蜜 所以我必須大量的跟她相處 在短時間內真的跟她變成閨蜜 雨喬的話 反而是在拍完了才開始跟她相處 因為她這個角色被導演規定說 不要跟我們任何人有接觸 她的戲份殺青的當下 她就馬上爆哭 然後我也跟著哭 就她覺得壓力很大 是她真的一個人來片場 都不跟任何人說話 也沒有帶助理 也沒有帶經紀人 就很陰沉的 就都站在窗簾的旁邊 這樣好像一隻鬼 因為她的確這個角色比較特別 就是很像鬼很像夢魘 可以吃任何人 然後要一種神秘跟就是 恐怖的感覺 這隻嘗試了很多不同的風格 每個風格都很喜歡 比如說坦承一講開幕那天 穿的那套Dior的那個定制服 那套就很喜歡 就是她的那種顏色啊光澤感啊 在陽光下面就是特別的好看 然後比如說在主人秘密 首映的那天穿的那套 Gucci的那套定制禮服也是很美 那個顏色又跟Dior的完全不一樣 那個斜尖的然後比較沙的 比較夢幻一點的感覺 另外的一個紅毯也有穿 像是比較銀膚色的品口的那個 我覺得很簡單 可是就是 就是也有一種很優雅的美麗 就覺得 每天都很開心 我是因為服裝這一塊知道品口 因為之前有合作一些很有才華的服裝設計師 他們有給我這些link說他們的服飾在上面 也有可以看看那個款式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這個平台很有趣 就是感覺它的定位比較特別 就專門是比較獨特的 或者是比較是設計師類的東西 我覺得創立自己品牌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對 尤其是在服飾業 就是近幾年比較大品牌進來之後 這些比較獨特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很喜歡那個古著 所以我在蒐集一些很瘋狂的衣服 就是那種可以參加變裝派對的 或是那種Michael Jackson那個年代的 很舞台的衣服 因為我最早是跳街舞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舞台的東西 我是一個很害羞的女生 就是我是一直到近幾年 我家人才知道我從小就這麼喜歡這件事情 我沒有跟任何人講 我覺得美好生活對我來講的想像是 持續的能夠一直做自己最熱愛的事情 會讓我覺得這是生活很美好 或者是說踏在一個追求自己很想要的夢想的路途上 這是最幸福最快樂的 我會想要的 你先看那個人 你先看那個人